华林县议会定期大会13号首场是由县议员黄灵兰提出质询 并且针对预防地震宣导、新建便桥、重建家园、还有农损补助等多项建言 希望县府团队能够协助受灾户还有家园做好复原的工作 13号的县认总质询 首场地位是由县议员黄灵兰进行总质询 并且针对地震预防宣导、新建便桥和0918 总建议教育等议题提出建言 那么地震没有 那么所以呢林南要求呢 在这个地震灾害发生的时候 它的一个SOP的一个流程是怎么样 这个要落实去做一个宣导 跟落实来做一个就是防震的一个观念 那再来呢 第二个就是我们因为918的一个强震 造成了玉里镇的一个高辽大桥 副里乡的轮天大桥 还有异常大桥都必须重建 都断裂必须重建 那么在这个重建的当下 既然要重建了 那么我们民众使用这三座桥梁的民众 他们很多的农田都必须要经过这个大桥 他们才能够到他们的农田去 那林南要求这个县政府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眼看是在下个月的一个秋收是不可能完成这个变道 所以在这一部分呢 希望是说在他们在第一期 明年第一期插秧之前呢 能够把让这个变道来完成 那方便我们的一个农民 不要耗费那么多的一个时间跟成本 在这个他们要去他们工作的地点 比较特别的是玉里镇中山路远远 这个十二开始 十二号开始呢 一直到二十六号 这九户人家呢 他们的一个这个 他们都同意 因为他们被贴了红黄单 他们同意呢 一起来拆除 他们是要求说 是不是县政府这边能够比照 7-7这样的一个模式 7-7是大楼倒塌 所以县政府是马上进去 做这个一个 就是拆除的一个动作 那么这些九户的一个 受灾户呢 他们也要请 就是县政府 比照这样的方式 统一一起拆除 在这个部分 因为政府呢 县政府能够赶快的一个 补助的一个办法 因为他们的一个农田 现在是收购 一定是有一个相当程度的一个损坏 以及那个就是欠收 所以这个部分呢 这个补助刚刚农业处 已经有说了补助的办法也出来了 那在这里呢 就是希望说 在这个农田 他们因为这样的一个 凹陷跟一个农企的部分呢 他们必须要把水田 做整平的一个动作 那么县政府这边 农业处答应了 就是在这个 他们在位在那个水土保育 区内的这些水田呢 在申请检疫水保的时候 能够以最方便的一个 去快速的方式 让农民来做申请 县务经历处表示 编较部分机会 邀请第九核专期 来现场会刊 如何新建 便桥 让农民们以及学生 有行的便利 另外 玉璃镇九户家园需要协助拆除 现在学生表示 将会召开会议和九户进行协调 共同来为灾民重建家园 记得继续 一会儿收不到 布 服务